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得到了我们下半年好快的时间 现在是已经来到了将近农历六月了 那么今年因为有润二月 而且是双利春年 那这个双利春年 有没有发现非常严重的事情 看很多呢 看起来是应该要好 但实际上在今年的贪婪化季年当中 我们感受到了每一个人的压力 以及财务上的问题 工作上的问题 以及人际关系的协调等等 在这个周期里面 我们在下半年到底会迎来什么样的运势 我们先来讲一下 换个角度来看 今年2023年的年份密码是7 那就是2加0加2加3等于7 7年份7象征着重生 转型 革新 还有眼镜跟回归 那如果在我们的易经的7来讲的话呢 他是属于一个凶数喔 为什么 因为他开始要蜕变转变 而且他代表的就是我们人生当中 可能面临到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或者面临到一些痛苦的事情 甚至生命关的事情都在7的开始 所以古代有句话说做7 就人死后要做7 第7天 然后第2个7天 第3个7天 第4个7天 所以7、7、49天 所以这个7也代表我们有没有机会重生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在塔罗牌的7代表的就是战车 这个战车意味着争战、冲突、争霸、强势 或者是可以成功呢 还是会失败呢 因为战车开出去不见得会成功 可能也会胜败 所以到底我们要不要在周期里面 下半年开始 感受到这些痛苦的压力以后 我们要不要来改变一下 那么就是你自己要心灵的改革 以及行为的改革 人际关系之间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那易经的7叫做复卦 回复回归的意思 就是复心的复 好 双人旁的复呢 复卦代表什么 要齐心协力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部分呢 复心跟回归 事物呢有新的开始 以及呢它的语意的存在 三者同时指向世界秩序跟价值呢 将在颠覆翻转中呢 从黑暗要迎向光明 长夜要尽太阳将起吗 好 那么我们在下半年呢 来好好解释一下 这个呢 从我们的卦象里面看到很多的主题了 好 那当然呢 我们在2023年呢 还迎来了这个下半年的地之卯 卯就是木 木来克土 我们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木是不是克土呢 没有错 但是呢 天上的癸水是有毒的水 那么有毒的水在木里面呢 是不是我们这些木呢 就会有溃烂啦 生病啦 所以呢 你没有发现吗 我们的经济面呢 人际关系面呢 都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大的冲击跟问题 好 包括俄乌战争 包括呢 美中货帽战 继续加上科技战 还有呢 世界各地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战争都开始 包括台海的危机 地缘政治的因素呢 引起了很多很多我们不复想象的痛苦事件 好 那我们都知道呢 我们最怕的就是2023到2024呢 冥王心将会来到水瓶座了 那么社会将迎来哪些改变呢 这个世界的改变到底呢 冥王心从摩羯座开始换到了这个水瓶座以后呢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呢 未雨绸缪的大件事情 好 那既然需要未雨绸缪 我好好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接着下来呢 这个冥王心呢 特殊的 它是一个椭圆形就像地球一样的运形的轨迹呢 在每个星座里面待的时间其实都不一样的时间 有时候呢 13年到33年之间呢 也就是说每个不同的主题呢 或者我们每个人遇到的经历呢 动荡时期 跨度也会在这些它停留的时间里面 所以呢 冥王心上次换了一个星座是在2008年 那时呢冥王心进入了摩羯座 2008年不是产生的金融危机席减全球吗 好 此后呢 我们目睹了整个世界经济跟政治呢 的领域的巨大动荡 因为政治就是在摩羯座 所以呢 在我们今年来看呢 它是最后一年哦 要跨年 2020才会跨到呢 水瓶座 那跨到水瓶座 真正在水瓶座发生的科技呢 就是水瓶的科技时代 好 那这个科技时代呢 我们看到了AI的生成 看到大数据 看到呢 很多跟科技有关的一些呢 零零种种的 可能呢 好的可能也是不好的 所以呢 这个大动荡的巨变呢 2024年呢 冥王心将会带来水瓶座 而且应该哪些改变呢 先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些改变呢 就是说我们在下半年呢 从摩羯座到水瓶座 从一个严肃的 务实的 注重权威性的 以及呢 上层建筑的星座呢 来到了一个理性的 创新的 注重人道主义 以及自由平等的位置 水瓶呢 它代表的是自由 跟自由主义的一个位置 那么 冥王心跟水瓶座 都具有固定的属性哦 所以呢 它的守护呢 天蝎座跟水瓶座呢 本身呢就是固定星座 它的坚忍啊 不妥协啦 同时都象征的被迫发生的 很多很多非常戏剧性的转变 看到政治的戏剧性转变吗 看到战争的戏剧性转变吗 以及看到我们演艺圈的戏剧性的转变 你会没有办法想象 不是很稳定吗 怎么忽然间变得这个样子呢 这个呢 水瓶座是属于风向星座 所以呢 当固定的水跟空气相遇的时候 就必须有迅速强烈的这种搅拌 好像一个大机器里面 它风跟水一起来搅拌 冥王呢 水瓶的力量也就是如此哦 所以它带来必定是剧烈的 深刻的 然后呢 理性又冷酷 冷够的 冷酷的 非常非常冷酷的 来拆散了 解构了 然后再继续重组 你想想看 就是一个大方式被炸毁了 然后呢 地裂地裂了 壳变动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人类生活在痛苦之中 那我们的这个正处在呢 关键的过渡期 所以呢 其实呢 冥王星是一个极端的一颗星球 它推动着也就是颠覆的一些呢 改革 那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进入在2008年开始的时候呢 全球金融体系崩塌 开始崩塌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整个呢 金融崩溃了 所以呢 我们就得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支撑下去 好 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太阳 海龙星 木星 月亮等等呢 都在呢 基本上呢 形成一个角冲 在这个角冲的同时呢 就表明呢 转变并非容易的事情哦 因为呢 你想看 你想转变 它冲击你而来 你想往这边走 它冲击你而来 有不同的心在对着你冲击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每一个人会有很深刻的感受 所以呢 在下半年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又带到火能量 因为呢 那2024年的九始离火运已经开始了 天火地火一起到来 2004年的易经画像是上离下离哦 天啊 你上天上呢 有大太阳 每天呢 就是烈焰冲天 地上呢 有大火在燃烧 干燥 让你痛苦万千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发现呢 你生活在一个火炉里面吗 是的 2024年 也接着下来就生活在火炉里面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通往这个火炉的大门 你要怎么样全身保护自己呢 这就是我们在2023年先前的功课了 我们要先把它做好这些功课 那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个复兴复卦同时呢 就是我们易经的七卦 七就是复卦 也代表着说新的事物的 我们要展现一个新的事物 比如说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环境 以及你的家庭 甚至你的人脉 重新都要重新启迪一个新的 希望大家呢 我们在颠覆中呢 能够从黑夜迎向光明 好 那么接着下来呢 我们来谈一谈呢 这个生肖里面呢 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势呢 在紫威斗树里面呢 下半年呢走的是宝宫 宝宫代表什么呢 就是出生的木 那些森林的木都烧光了 是不是开始要长一些呢 草一样的绿蕴的草原呢 所以我们要培育的绿蕴的草原 的木开始了 这个也代表什么呢 翻天覆地 大水冲的土地 土石流冲垮的山林 接着下来呢 要开始富裕 所以呢 我们要代表什么呢 我们要种这些森林 或者种稻米 甚至我们种粮食 是不是都要非常小心地 呵护它呢 没有错 水瓶座呢 开始呢 走科技的呵护了 这个科技的呵护就是说 可能呢 你种菜 种稻米 会在一个大的房子里面 而不是真正在土地里面 它用光合作用 用电灯的光合作用 而不是又靠着太阳光 因为呢 你要借助大自然的力量 太可怕了 以前呢 平安的时候呢 我们全部都在借助大自然的力量 现在没有办法 我们要借助科技呢 让人类活下去 你有稻米可以吃 你有水果可以吃 甚至呢 你有一些菜可以吃 这些呢 都在呢 开始改变当中 水瓶呢 就是让我们呢 求取一个呢 科技的新的改变年 那么这科技新的改变年 也是代表呢 我们每一个人呢 追求自由的同时呢 希望呢 能够创造新的价值 好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因为它提早到来嘛 今年因为有论二月 它已经提早到来 既然提早到来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 这些事物呢 水非常重要 你们要发现呢 我从节目到现在喝了三次水 夏天是热到爆 对不对 你就感受到呢 太阳的亮能 还有我前面有三支灯光 上面还有十几支灯光 要不然的话 没有办法做节目 你就知道我在下面是吹着风的 嘴巴要喝着水的 这就是在我们2023年下半年 你必须做到的 所以水资源是未来呢 人类共同呢 需要保护的事情 而且呢 我们的风呢 会有焚风 飓风 因为呢 太阳的风会有焚风 然后飓风很强的风 那这个焚风 就会变成了龙卷风 所以呢 基本上2023年呢 动荡还是难免 因为它吹来的都是焚风 所以你会发现呢 哪里有火烧山的 哪里太阳烈焰冲天的 然后地呢 全部干裂了 没有水源了 产 所以呢 很多地方呢 就会没有植物 没有动物 以及没有粮食可以吃 所以呢 你要不要好好来思考一下呢 好 接着下来 我们来看2023年收入生效呢 下半年的运势大解析 属鸡的朋友 好 属鸡的朋友呢 在这个月当中到底会怎么样 今年返态税正冲啊 你会不会觉得呢 哎呦心有栖栖烟啊 上半年好像呢 冲来冲去 没有冲出美丽的 冲出一片烂泥啊 很多事情呢 就是很多不顺啊 诸多不顺啊 不是看起来很差 但也不顺 那不顺就感觉很不好啊 所以你比如说 明明就可以好起来 就偏偏它不会好 比如说你的皮肤 皮肤起农包 已经都快好了 结果长起 已经开始要长好了 后来又去戳戳戳 戳了又破了 就这种情况 所以呢 你自己要特别的谨慎哦 在冲这个整个下半年 还是要特别小心 因为冲历了八月份 才轮到你嘛 所以呢 你真正要好运吗 什么时候才是会转运呢 我们来好好告诉你 其实冲历八月你就会转好运 不用担心 还有一个半月 稍微忍耐一下 我们先来讲你的冲历六月了 冲历六月还有半个月 几位月 那文曲化季的话呢 也代表什么呢 这个月是五曲化路 五曲化路就是说 你想奋力增长 改变 改变 那想 可能想换工作啦 或者呢 想说 我这个 好像没有什么进展啦 我要不要改悬意测啦 但你的计划太多了 所以呢 你也不要东施笑撇 看别人赚钱的方式 你就一样化葫芦 结果人家赚钱你不赚钱 看很多人开店 我会来开个店 结果呢 店面生意好差哦 今年犯太税了 所以呢 就是让你有地方去破财 这个月千千万万 只能够呢 好好的把工作职场上的关系弄好 把钱财顾好 把工作好好的 加紧脚步做好 其他的不要谈太多 而且温情化剂呢 会有什么问题吗 会 就是脑神经衰弱 而且呢 压力症会开始呢 爆表 这个压力症的爆表呢 会让你呢 觉得怎么 人生好像没什么乐趣啦 除了工作以外 好像没什么乐趣 在职场上面的关系 有点紧张 而且不时很紧张 是非常紧张啊 不是小紧张而已啊 所以呢 在农历的六月的下半个月呢 请你好好的静下心来 考虑一下怎么走下一步 才是最重要 那不要那种纸上谈兵的事情太多 尤其在工作的职场上面 一开会你就开始纸上谈兵 都不可行的方案太多了 老板一看到你 主管一看到你 头上摸一摸啊 你自己呢 还在那边沾津津乐道啊 我建议你呢 还是要小心谨慎一点 先听听别人哦 当个乖宝宝 耳朵 树高一点 嘴巴少说一点 我相信你的运势会更好 不要发表太多妙论 好那农历七月的话呢 更生月 太阳化的五曲化前太阴化科 天童化剂 女性朋友会比较好一点哦 那天童化剂的话呢 就要特别注意了哦 因为呢代表是孩子 所以呢也比较年轻的 这个月呢 那你会跟那些年轻的比较有冲突哦 比如说你的职场上新进的员工啦 或者新进的同事啦 又跟他怎么样看都不顺眼 他就交也交不会啦 就是很多动作慢吞吞啦 或者呢他很多出trouble啦 你就会要上后 你就会觉得很烦躁不安啦 但是我建议你啦 如果不是你的部门少管闲事啊 是跟你有关系 贴切的部门你就哦 跟长官好好聊一聊吧 是不是请你的长官 来协助你处理这些事情 很多人就不愿意嘛 想说自己很行嘛 行 你今天犯太队看你多行 有时候行不通的啊 好所以呢这个月呢 在职场上面的关系 尽量寻求帮助 你看有太阳化路嘛 又有太阴化歌 你的长官是男女都没有关系 都可以帮助你啊 对不对 好所以不要得罪人家 八月份的话心有悦 心有悦 静门化路太阳化全 文曲化科文昌化技 这个仓曲一个化科一个化技 你总是会碰到那种 里外不同的人 就是说 表面上功夫做得很好 然后腰弯很低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尤其在这个部分 你要特别特别的谨慎一下 因为文昌化技嘛 就是呢 总是出状况 好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你要特别注意 你的精神状态 不要老是跟人家冲突 不过这个月的财星落在你哦 所以呢 你开始要转好运了 好 属鸡的朋友呢 在八月份呢 开始人生转运期 好农历九月的话呢 是任序月 任序月是五曲化技哦 五曲化技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来我们讲一下 就是跟金钱有关的 然后呢 在职场上面呢 跟业务有关的竞争很严重 所以呢 在这个月当中呢 你要谨慎一点 特别特别的小心一下 五曲化技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另外的话 天良化论呢 跟长官之间哦 好好的沟通一下 那当然你就说 哎 老师你这今年怎么都要跟长官沟通 对 你这关系不好嘛 对不对 常常出差别嘛 那我建议你呢 嗯 除了沟通 有些时候不沟通也没关系啦 就看你怎么做嘛 对不对 不能做错嘛 做错就是会有状况嘛 所以你自己决定啊 要不要沟通就是你自己做决定 好不好所以呢 农历的九月份呢 我建议你呢 还是把自己管理好比较重要 还有金钱上面要特别注意哦 因为钱财上面的问题蛮多的 好 十月份的话呢 破均化路呢 改革了大力的改革吧 你大破大力吧 因为只能大破大力的 去门化圈太阴化科 贪囊化剂的话代表是说 这个月呢 你有double的贪囊化剂哦 那也代表什么呢 也代表说你在租的一月份呢 其实呢 要更小心谨慎 然后呢 应对很多可能突如其来的问题 工作上的职场上的人际关系上的 都可能发生 这样你了解吗 所以呢 这个月呢 就是低调 鸭子伐水的行事风格 对你来讲是最好的咯 好 接下来 十一月甲子月太阳化季月 连针化路喔 代表说你在职场上面的一些 运势开始翻转喔 你会觉得 哇 怎么畅行无阻啊 前面怎么荆棘赶柯啊 啊 怎么那么炸的那么矮都过不去 现在是欸 好像呢 开个大大车一样喔 哇 直奔喔 直奔你要去的地方了 所以这个月对你来讲是 人生很大很大的转捩点 很大的转捩点 那太阳化季呢 会碰到一些呢 比较那种 比较那种 二百五啊 那什么二百五呢 就是那种 工作上啊 自以为很行啊 但偏偏呢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会把你气到那个肠子都脚断了 所以你也不要跟他 太多怂气 我觉得你有时候呢 旁观一下 不要增值 没有用的 因为增值对你来讲 一点帮助都没有嘛 所以增值干嘛 对不对 如果说可以打嘴炮 还可以打赢的话 就继续打 那打架可以打赢 你也打 但是问题你不能啊 对不对 那不能就算了吧 因为今年犯太岁嘛 打起架来 头破血流 是你先伤害 伤害 你自己先受到伤害 你要小心 千万别干这种事 在家里也一样 不要跟老公起冲突 现在老公的脾气都不太好 十二月份的话 以丑月呢 太阴化季 哎呀 老是阴来阴去 高来高去 没有什么意思 指援化科的意思就是说 你自己 好好的 盯金的学习 然后呢 天际化路呢 把人际关系 不管在职场上 朋友同学啦 亲人啦 全部都搞定吧 明年就是你脾气太来的一年啦 好不好 而且呢 明年呢 太阳极星高照耶 你看看 今年是衰到暴 明年就开始好运到好 这个好运到令人呈现 所以呢 你必须走过一条 金基坎哥的道路以后 才有康庄大道 好 遇水架桥 遇山要绕道 好 那我觉得你心 你心胸要宽大一点 然后自己可以做身心灵的改革 今年喔 多跟宗教接触啦 然后呢 去拜拜啦 那有时候呢 祈福一下啦 其实蛮不错的 有时候静下心来打个坐啦 到郊外走一走啦 其实呢 可以改变你人生的态度啦 像我如果很累 我就去郊外走一走 然后呢 好好坐下来想一想 一个人也很好啊 对不对 没有什么不好喔 真的 有时候我一个人喔 静下心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哪些事情要改进啊 哪些事情不要继续啊 个性是很难免说 一下子要改很困难啦 但是呢 我觉得呢 改一改也没什么不好啊 对不对 人生不就是这样子吗 这个路不通 我们就找另外一条路走嘛 好 那今年呢 你的财运来看的话呢 六月份不要借钱 给人家会拿不回来 钱也很难收喔 七月份呢 你的孩子花钱会特别多 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呢 就是你公司的那些事情 杂事会很多要你花钱 八月份的话 文昌画记 你的精神压力太大 所以呢 小心刷卡刷过度了 那就不要去当闪名刷手 这个月你赚的钱可能还不够你花 好 九月份的话 五曲花记也是在破财 所以在投资上面 从八 从农历六月到九月这段时间呢 如果做股票的朋友呢 真的要稍微谨慎一点 今年我还是奉劝你 不要想一想天开想赚大钱 慢慢来咯 十月份的话 贪婪化季月 小心呢 桃花破财 那十一月的话 太阳化季跟十二月份的太阴化季 家里的问题比较多 比如说 爸妈啦 健康问题啦 或者呢 你的家呢 要整修啦 要不然就漏水啦 反正一大堆的问题就会出现了 那这些问题的出现呢 你不得不去处理它 所以你的钱财都花在莫名其妙身上 那农历九月比较会花在车子上面 比如说轮胎爆 轮胎不能用啦 要不然呢气缸要修啦 要不然漏油啦 就一大堆 反正你今年的钱 到手而会成功 留不太住钱 那你只是要用在对的地方 那就没有关系咯 好 那感情上来看的话呢 当然这整个下半年来看 最重要的就是三件事情 第一个 跟家人相处好一点 那不要老是生闷气 那也不要老是冲突 每个月都一样 那跟孩子之间呢 也不要太多的argue 有时候孩子不听话 你也没办法 但是呢 我觉得你要静下心来好好沟通 然后呢 接下来外面烂头啊 火能采呀 好不好 路边野花不要乱采啊 否则身败名裂啊 所以呢 给你的中部就这些 哪个月好哪个月差 其实都差不多 那接下来我们看健康运 健康运前三个月呢 你要特别注意 肠胃的问题啦 精神问题啦 还有呢 这个晚上睡不着觉了 这些问题比较多 那9月10月的话呢 就是跟你的什么筋骨痠痛啊 腰痠背痛啊 这些比较多问题 那11 12月的话呢 这边掩饰力不好 心脏血管不好 好了 反正就是病啊 就是不同的病症 会慢慢的出现开来 所以呢我建议你呢 如果重病的人呢 还是得看医生 得看医生 得开药 得开刀 好不好 该吃药还是给该吃药 一种不能不吃药 就会好 不可能的事情 今年毕竟太岁真充 以上呢给你做参考 那另外的话呢 我想呢 8月份对你来讲蛮好的 另外的话 12月份的话 我看12月份合到你嘛 那财星落在堆柜 那财星呢 乙宜 刚好在你的迁移工 所以呢 基本上8月跟12月 对你来讲是财运比较好一点 而且好很多 那接着下来的其他的月份呢 比如说 6月啦 7月啦 9月10月11月啦 这几个月份的话呢 要特别小心理财的方式 那贵人呢 今年来看的话呢 贵人农历的9月 我给你一下 农历的7月有贵人 因为贵堆贵在丑嘛 就跟你三合 那农历9月 堆贵在4跟在兔子 在蛇跟兔子 所以跟你也是有关系 都不错的 那10月份也是一样 10月份也是有堆贵 所以你的贵人 其实都蛮明显的 那11月份的话呢 应该说牛的位置也是有贵人 所以呢 12月份呢 是 我看一下12月份是老鼠 那11月份的贵人 运比12月更旺一点 所以呢 属鸡的朋友呢 在下半年 其实运势都没有不好 只是呢 有一点小问题 但这些问题呢 还是要特别注意 但是你运气特别不好的朋友 小心哦 开车要注意重大意外 上山下海都要特别谨慎 谢谢你们哦 不要忘记 帮海洋老师按赞分享 开订阅一下小铃铛 好 拜拜 好 我当然要注意 这个今夜 也给你们看 下来 你 第一个 我先来 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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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